蔡英文總統27號上午接見史亞製蘭王國總理戴巴黎 總統表示,明年台灣與史亞製蘭建交將戒滿50周年 他希望未來兩國秉持踏實外交的精神持續合作 並且透過多元合作的方式,一起朝向互惠互助的目標前進 總統蔡英文接見八道訪台的史亞製蘭王國總理戴巴黎 總統表示,台灣與史亞製蘭建交將近半個世紀 明年將戒滿50周年 史亞製蘭一直是我國在非洲最堅實的右幫 多次在國際場合上為台灣仗義執見 蔡總統除了表達感謝,也期待持續深化雙邊的合作 鞏固兩國的邦義 2020年史亞製蘭將要主辦非洲聯盟高峰會 總統相信,未來台灣與史亞製蘭在國際參與上 將會秉持踏實外交的精神持續合作 並且透過經貿、文化、教育、醫療、農業合作等多元方式 一起朝向互惠互助的目標前進 除此之外,也會將兩國的市場和產業發展 納入合作計劃考量當中 令兩國人民都能因此受惠 由於4月是史亞製蘭國王 因史亞製三世的生日 總統也藉著這個機會 向因史亞製三世觸授 不滿府聯會長期迴避高達969億元的勞軍捐款流向 內政部22日再度發文要求交代清楚 內政部長葉晉榮更下達通牒 如果再不理會,將不排除解散府聯會 面對內政部態度強硬 提供完結 提供完結 高達969億元的勞軍捐款流向 內政部不滿府聯會長期回避 22日再度發文要求交代清楚 就遲遲沒有收到回憲 內政部長葉晉榮下達通牒 如果再不理會 將不排除解散府聯會 面對內政部態度強硬 府聯會委託律師徐李斌表示 在內政部要求下 府聯會已經提供完整的財報資料 勞軍捐是民間捐款 不是稅捐 而且勞軍捐連代九軟 連政府機關都沒有完整資料 根本是強人所難 府聯會強調實在無法提供 但內政部還是發出警告公文 將提出行政訴願 如果內政部還要再強行做出處分 府聯會也只能再提行政訴訟 捍衛自己的權益 為了保障兼任教師的工作權 原本8月 教育部要將未具本職的兼任教師 立入勞記法 估不到教育部長潘文忠 27日到立法院備詢時候 表示要暫緩立入 改為修正聘任辦法 引發立委批評教育部政策發格彎 教育部強調修正上學校 為了保障兼任教師 教育部和勞動部 原本要在8月 將未具本職的兼任教師 立入勞記法 不過教育部長潘文忠 27日到立法院 教育文化委員會備詢時候 就表示暫緩立入 而是要先修正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 聘任辦法 遭拿委批評是政策發格彎 教育部強調修正相關聘任辦法 會立入未具本職兼任教師的請假 終點費等權益 一樣會受到保障 但高教工會就反對教育部的做法 強調立入勞記法 才能令到這些兼任教師 有最基本的保障 而近日才因為傳出不續聘200名 未具本職兼任教師的淡江大學 也有教授指出 私校的經營必須考量成本 而聘用兼任教師是普遍的情形 但教育部不應該發現出問題 就將責任推給私校 批評教育部才是最該負責的單位 面對私校不當解聘 選及學生受教權 教育部說要寵罰 就只是罰了100萬元 那位不思饒認為 教育部應該要檢討 長榮航空空服員力爭 與脂肪談團體協約 目前已有2,000多名空服員 加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長榮訓會 桃園市勞動局已確認工會人數有協商資格 不過就傳出資方疑似 刻意阻撓工會活動 長榮否認打壓 強調會擇日展開協商 但基於公平的原則 禁止差別待遇條款入團協條件 穿著長榮制服的地勤人員 從空服組員信箱內 拿走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的文宣 被空服員拍下了並且上網公開 質疑長榮航空 哈爾阻擋工會活動 擔任工會幹部的空服員自出 目前有2592名長榮空服員 已經加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由職業工會向勞工局申請 和長榮資方簽訂團體協約的資格 但是長榮從去年底持續拖延 現在又刻意收取工會文宣 對此長榮發表聲明 確認工會符合團體協約法定資格 能夠代表所有長榮空服員 和公司協商替結團體協約 將擇日展開協商 但是基於公平原則 禁止差別待遇條款作為團協條件 工會質疑長榮此舉是哈爾要空服員 不要加入職業工會 而圖市勞動稿27號召開勞資協商資格認定會議 也正式確認工會已經有和長榮協商的資格 雙方必須在60日之內展開第一次協商 進入實質勞動條件的討論 如期今年國內供電吃緊 總統蔡英文特別視察 更新機組之後將投入下季供電的林口電廠 除了鼓勵士氣也有體實燃氣 而林口電廠投資上百億元環保防製設備 也顯示蔡政府重視能源轉型 鼓勵現有火力化電廠更新 符合國際環保的標準 總統蔡英文視察將投入下季供電的林口電廠 針對今年國內供電吃緊下季又即將來臨 蔡英文除了激勵士氣之外 也有體實燃氣 希望供電不會出問題 林口電廠抗建計劃 台電不單止更新機組 也投資上百億元環保防製設備 以全物幣的方式來混煤和傳煤 無論淡氧化物、流氧化物以及PM2.5都由於環保標準 甚至接近天然氣發電的水準 蔡英文重申2025年能源轉型的目標 燃煤占30% 綠能占20% 也就是說燃煤發電在可預見的未來 仍然是台灣電力的一個重要的基站 身為無飯生的林口電廠 蔡英文特地前往視察 不單止意味政府重視能源轉型 也鼓勵現有火力發電廠更新 符合國際環保標準 其許台電成為 推動台灣能源轉型的線風 由僑委會、僑商署所舉辦的 僑台商連鎖加盟創業觀摩團 將近一週的課程中 僑委會不單止安排專業商業經營港司授課 也都安排企業參訪 參加連鎖加盟展以及商機梅合 在建業式上 由僑商署署長汪樹華代表 僑委會長官和全體交流座談 聽取學員的意見 希望令各項的課程 都可以更加符合僑胞的需求 探委前面陸續有人詢問 產品和加盟方式規模小而精美 由僑委會所舉辦的僑台商連鎖加盟創業觀摩團 行程的最後一日 特別再邀請各間連鎖業者 進入上課場地進行商機梅合 結業式綜合座談 由僑商署署長汪樹華代表 不客前來的副委員長呂元榮 特別說明開辦官摩團的重點 並且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給僑委會建議 喬台商連鎖加盟創業觀摩團 在全球僑界一直是業滿活動 每次開辦報名都相當踴躍 綜合座談會上 遠從世界各地回台的學員 把握機會踴躍發言 針對課程內容 上課心得感想 僑居地產業發展 還有僑委會資源結合 等等各項問題 都反映給僑委會了解 其中有不少學員 更加在僑居地做好完全的準備 這次回國正是需要串連 國內合作對象 結業式上同時播放 觀摩期間生活學習的點點滴滴 僑委會期盼大家似行修往本載 回到僑居地之後 能夠再創事業高峰 政府推動觀光新南向政策 極力爭取東南亞旅客 其中穆斯林旅客 亦都是我國重點開發客員 而回教協會原本每年都舉辦的 有善穆斯林導遊培訓課程 去年以來受新南向政策影響 報名人數培增 甚至還有旅行社爭取 開始轉辦 小小的教室裏面全部都坐滿了 來進修的都是有專業導遊職照的線上導遊 從年輕到資深的都有 這個是回教協會每年都會舉辦的 有善穆斯林導遊培訓課程 去年以來政府力推新南向觀光 有廣大穆斯林客員的馬來西亞 引來都是台灣積極招手的客員 亦都因此培訓課程報名人數激增 培訓課程除了介紹 穆斯林旅客特殊的飲食和禮拜習慣之外 亦都提醒導遊 穆斯林旅客編號自然景點 比較不喜歡那些購物行程 台灣文明國際的夜市小食 穆斯林旅客亦都因飲食習慣不同 比較少光顧 來參加課程的導遊應為 穆斯林的文化特殊 確實需要花時間養成有線旅遊環境 自至到今年3月初 全台灣已經有104間獲得穆斯林認證 餐類單位 但是資深導遊應為 只是有認證 或者是願意進修的導遊還是不夠 觀光稿必須更積極拓展市場 例如辦旅展 或者是跟當地旅行社簽約 退出穆斯林有線行程 才能夠招攬更多旅客 根據統計 全台大約有百萬人罹患 慢性肺阻失 簡稱COPD 其中由以40歲以上中年男性居多 主要危險因子就是食宴 健保署、國健署 還有台灣的空康企 重症嘉護醫學會 聯合召開記者會 呼籲民眾要嫁煙 才能遠離廢阻室 64歲的何先生 曾經是殷齡35歲的盧燕昌 六年前他開始出現嚴重吸收 而且連說話走路都會喘 就醫檢查才知道是罹患了慢性肺阻失 簡稱COPD 醫師表示所謂肺阻失 就是一種慢性呼吸導疾病 已經連續三年位居 國人十大死因第七名 每年大約有五千人死於慢性肺阻失 主要危險因子包括食宴、空氣污染、肺阻失 家族市還有氣喘病史等 如果不及時治療 晚期還可能會引發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肺癌等等這些病發症 根據統計 台灣40歲以上成年人 大約有6%到10%患肺阻失 因此醫師提醒要預防肺阻失就要戒煙 亦都要遠離二手煙環境 如果咳嗽超過兩個月 而且容易痠 最好到醫院做詳細檢查 好多人都有吃中藥的經驗 現在台灣的中藥材有九成都是來自中國 其實台灣亦都有種植中草藥 不過想要進入傳統中藥市場 就還有好多難關需要克服 花蓮縣玉玉里鎮農民 將再進 滑氣當貴 準備送去餐廳 這幾年養生風氣興起 加上農政單位推廣 新鮮中藥成為市場生產品 不少農民投入栽種行業 目前台灣種植的中草藥有當貴 單芯等等 價格不錯 但是種植都收成期間長 遭遇天災的風險高 令到部分農民望之卻步 花蓮農改場的張同吳博士 嘗試溫室栽培 希望協助農民降低受災風險 他認為花冬環境好 只要市場定位明確 就有機會令到本土中草藥 成為花冬特色作物 目前台灣種草藥以鮮食為主 如果想要進入傳統中藥市場 還有很多難關要克服 好似是台灣本土栽種的品種有限 再加上每個產地的藥效仍然有差異 本土中草藥材要持續發展 形成產業鏈 還需要更多關注 這幾年 國內山難頻傳 尤其在花蓮院的山難勤務 更加以倍數成長 不單止令到搜救人員疲於奔命 費用更加是全民埋單 因此花蓮院政府將制定 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 要對登山的那些不潮登山客來開佛 根據花蓮院消防局的資料統計 去年花蓮院境內的山難勤務 總共是有42件 這個和5年前相比 足足高出3倍 探討其中的原因 發生山難的人幾乎都是登山 沒有暴避 或者是裝備不租 沒有響到 最後苦的都是上山搜救的警易燒 而為了抑制不潮登山客 非法登山 花蓮院政府將制定 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 未來登山者如果沒有辦理入山登基 經查獲就要開佛 搜救費用還要自行埋單 而這項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 目前在台中 藍頭都已經執行 提醒登山愛好者注意 進入花蓮遠景的山區 千萬不要忘記申請 桃園斗山公園生態豐富 為了令到更多人可以親近自然 最近桃園市風景管理處 除了打造了一公里長的森林無障礙報道 也都推出了專屬APP 推動智慧導覽 距離市區十分鐘 海拔大約150公尺的斧頭山公園 生態豐富 數有桃園後花園美名 而為了令到更多人能夠親近自然 桃園市風景管理處近來打造了一公里長的 森林無障礙報道 BB車輪椅造也能夠暢行無阻 市府表示這一條全靈有線報道 適合三代同堂出遊 員工之後游客兩成長兩成 加日甚至高達3萬人 未來還會持續增設 無障礙登山報道 另外因應導覽的需求 斧頭山公園也都推出專屬智慧導覽APP 游客只要下載專屬導覽APP 就能夠透過智慧手機 或者是平板電腦聽導覽解說 來了解斧頭山公園的豐富生態 還有人民之願 今天的月月新聞已經播報完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會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見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見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見